他就想问这个李宁 他就说可否重新吸纳 他之前89元就沽清了想买回 说回李宁有个最新数据 第三季同店销售尽按年增长两成至三成的高段增长 其中零售渠道就有30-40%的低段增长 批发渠道就录得20-30%的中段增长 电子商店虚拟店铺的业务就有30-40%的中段增长 李宁现在就在升5%左右 升了5%之后现在又值不值得吸纳呢? 你如果低位走了 升了上来就去买回一圈五十天线的时候就止车 我们就是说其实我不会拼搏的 因为其实现在李宁那份业绩出来见到一个状况 之前未出数据前我会觉得有兴趣追 让他突破五十天线 那时候就是顺势追 我有说过这些东西 但是现在升到五十天线为什么我说不去追 因为其实你看到刑魂数据上面 显示着放缓是一个大趋势 他只不过是说比安达 放缓的速度没那么快 但其实七月份开始很多大行已经在说了 新疆灭的爱国情绪开始已经是防慢 那东西又升上去了 估计又好像想挑战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硬去追 不要说我不太建议 但如果你真的很想追的话 用五十天线来做指示 也可以的 94元你最多就输了两元左右 但是我宁愿限返你两元 因为我很害怕今天其实看到冲高回落之后 真的有机会先穿五十天 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市场气氛是很翻跌 但是道理就是这样 很多强势股是有调整空间在 理宁就算未来建议100元 我觉得都可以回到80元才再上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硬去追 特别是他公布完的盈运数据 盈运数据都出来告诉你 是放慢 理宁的好处就是股值虽然贵 但是增长速度能支持到 但问题是你用预测市盈率来计算 都在说是七十几八十个PE 是 你要每年都要三四十分 但问题是趋势就是放缓 你这样选择去追我觉得无谓 是 所以既然刚刚他的案子都走了 是 那就买其他就算了 我觉得李宁就 我觉得短线要上100元楼上 应该不容易 相反来你看图上 今天看到那位98元回落来 可能是整支射击之星 穿了五十天线的话 就没收到 我觉得就无谓 即既然你没有耐性都走了 我觉得这些位置就不要强硬去追 数据上好像还没有让我有信心 这样硬去追 建设计者 艺术 il violation 单 今生开 因此 拿